其實神木沒有到 他依然活在每個人的心裡 大家還是會為了看他來到這裡 但是原來神木站 他的腹地太小了 會很擁擠 尤其是下雨天的時候 所以遊客很容易淋到雨 他上下車要經過一個階梯下來 所以對行動不變者是非常不友善的 另外 神木車站下方 因為野溪長期的沖刷 所以造成他有安全上的潛在威脅 他的軌道跟我們夜台已經位移了12公分 而且下方的復坡跟機角 他也是懸空的 團隊要挑戰的困難 不只是為了整修一座高山車站 跟化解安全的危機而已 更重要的是 要如何來守護神木車站 百年來共生共榮的生態 歷史文化景觀的未來 以及獨特的記憶情感 我們要用心維護這條血路 就像對待我們的家人一樣 因為在靈鐵人與工程團隊的心中 都有一個默默傳承守護的約定 在靈鐵人中 在靈鐵人中 在靈鐵人中